张一山和杨子两人之间的约缘是在加油儿女的时候开始的,当时两人在合作这部剧的时候只有十几岁,还只是个小孩子,但是他们的关系却并没有因为加油儿女的结束而就这么结束, 在之后两人依旧是经常联系,久而久之,两人至今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刻了,在他们长大之后,甚至还有很多人因为在有儿女的关系,希望他们两人能够在一起成为情侣,但是两人虽然说关系很好,但是却一直都没有迈进那一步,这也是让很多人感到有些可惜的, 而去年年初的时候,杨子和秦俊杰公开了恋情,虽然说杨子梅和张一山在一起有些可惜,但是大家还是向杨子送上了祝福,杨子和秦俊杰在一起之后也曾经传出过一次的感情不合的消息,但是最后都被两人给否认了, 不过杨子和秦俊杰这一起这么长时间,却也没怎么秀过恩爱,小编觉得杨子和秦俊杰秀恩爱的次数还没有和张一山的多,然而就在前不久,在杨子的新剧相密开播的时候,杨子却和秦俊杰在个时候选择了分手, 在两人宣布分手之后,秦俊杰就被人曝出了不好的负面新闻,但是对于两人分手的消息,大家却并不觉得可惜,甚至有些人还觉得尽兴, 在杨子和秦俊杰分手之后,反而是张一山上了热搜,甚至还有很多人喊话张一山着, 钟啊,你有机会了,其实小编觉得张一山和杨子两人看,这确实是挺般配的,而且张一山每次出席活动,的时候都会帮杨子提裙子,细心的搀扶着他,让人看着确实是很亲密的感觉, 而且张一山和杨子之间的互动,也是十分的有爱的,像是在杨子过生日的时候张一山还曾经喊话杨子,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,我也会为了你, 背叛全世界,杨子还曾经打叙张一山说,搞得实在是太删情了,不过对于大家一直希望两人在一起这件事,张一山也终于是表态做出了回应, 称在他们在对方眼里只是同行,这此个字也是也是向大家说明了两人之际真的是没有可能了, 但是其实小编挺羡慕张一山和杨子之间这样的感情的,友情之上,愿人未满,不是亲人却剩四亲人, 对于张一山有四个字,回应和杨子的关系,网友,你终于表态了这件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 感谢观看